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現在我們就來到置地這邊 我們看一下裡面的賭場旺旺 我們進不了去拍攝 但我拍完出來再告訴大家是什麼狀況 暫時來說 智地這個位置 他的賭場 都是相當之旺 旁邊的旅行場 一車車車進來 這裡的房間都算是比較便宜 現在來說 如果和其他有升的酒店 和杜隔村比 便可以比 這個應該是發財吧 還是發財吧 是發財吧 去關閘閉浩和智地 這裏有車去關口 如果是可以直上的話 都很方便的 剛剛就在智地那邊出來 進去後 我看到裡面是相當之旺的 基本上以200-300元桌子為主 500元桌子不算得上很多 不過 高額頭駐區呢 就是1000元桌子 只有幾張而已 10張左右 那裏呢 我自己目測 大部份 都是所謂本地人去到 是比之前所看的 都是更加之旺 是旺過舊鯨 是旺過舊鯨 難怪呢 它是一路以來 都可以叫做衛星賭場排第一了 原來都有理由的 是旺到這樣 如果照這樣的細理看 智地這邊 它放寬了疫情政策之後 它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會賺錢的 而且呢 都賺得不少的 那它這三年呢 可能就可以叫做 做完它 那看一下蓋到多少數 或多少數 因為大家都知道 衛星牆呢 有三年的過渡期 過渡期短了呢 就只能夠 是做管理公司啦 收管理費 那這三年呢 它一定是想盡辦法 拼命它有多少 賺多少 去回回本項感數的啦 那今集呢 下集再見啦 拜拜